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一名字叫原始星球 在未来世界地球已经被高级人种巨人族统治了 他们靠着冥想来生活 而若微宠物的64亿人类由于到处破坏环境 被巨人族当成是害虫 所以每隔三周巨人族都会定期清理一批人类 一个巨人大头养了一个人类小智 为了防止小智逃跑 他给小智带上了狗像圈 为了活命小智每天都想尽办法去约大头 生活过得简直比老鼠还卑贱 人类是没有学习的资格的 不过好在大头特别喜欢小智 他在学习的时候都会把小智一起带上 虚人们学习都是靠带上耳机直接揣书到大脑里 根本不用动脑死机硬背 慢慢的小智对耳机特别感兴趣 会趁着大头不注意的时候偷听两句 很快他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不过随着大头慢慢长大 他开始履行自己作为高级人种的职责 那就是参加社会的活动以及战争 也因此他跟小智在一起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 小智开始趁着这段时间计划逃跑 临走的时候还不忘戴上耳机 过程中小智被大头发现 就在大头按下房逃跑开关 要把小智拖回去的时候 耳机卡在了大树上 而小智也因此被一个野生女人救了下来 而这个野生女人把小智带回了人类的聚集地 慢慢小智开始融入人类当中 并把耳机里的知识分享给大家 从此之后野生人类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人口也大大增加 为了避免人类对自己产生威胁 居然把清除计划由三周改为了一周 他们释放了毒气 很多人死在了野外 还好小智带着耳机逃了出来 逃出来的人类找到了一个废弃火箭厂 建立了新的城市 他们想在这里建立火箭 靠着火箭去外星球寻找自己的世界 就在火箭即将建成的时候 巨人们带着军队来剿灭他们 小智慌忙带着人类坐上火箭 结果发现自己所畅想的外星球 原来是巨人们灵魂名相的地方 在这里小智等人摧毁了巨人的名相 很快很多巨人都变成了行尸走肉 没过多久之后巨人们向小智他们投降了 因为再这么下去巨人族将会灭亡 由于高级人种的投降 人类开始和他们一起谈判 最终他们在这个星球上打成了共识 两个种族终于开始变得和谐起来 再次变得了共识 族终于尽量的神祭